先出黑线有一个坏处就是你没有什么回复你知道吧 等血量低了之后 这波蓝波不蓝 这把感觉带个踢吧 很爽啊这个前面这几个冰吃的 两局缺的W没有学Q 还能这样子玩 应该能杀,他一开始过来的时候把我经验分了一点点,不然我那个冰吃完就到三级了 应该能杀,他一开始过来的时候把我经验分了一点点,不然我那个冰吃完就到三级了 我想打武器这版本要出什么会好点 之前是出新石 这版本出什么呢 他就给你这个 选项 选项 如果你热度达到 某一个数之后,他就会给你开多重选项 比如说我现在是南光6 我达到可能10万20万热度之后 他会给你超轻,还有流畅这些选项 他能到上路吃我杜城了,我这河蟹吃了也就几十块,他吃一个杜城一百二十五 太亏了 打他一套,他对不了线了 咬不出来了 我这波大装好了 他还是打不够 就他之前回家了一波,但我大招好了,他还是打不够 挂机了嘛,就这么抽下 伤害会差一点 不够 出来了 出来了 嗯 他一没好 先出黑线,有一个坏处就是你没有什么回复,你知道吧 跟血量低了之后 脸上每个人是你没有攻击 彩虽然是你没什么回复 你是不是不模仿 以为再攻击 好伤害 是谁 啊 什么 乱置了 还有进化呢 走了呀 他缺点就是他完全没回复,只能靠Q的回复 除了Q之外,你没有其他的回复技能 这个是玩起来比较难受的一个点 要不你就出个破败 这波 异过头了 这又是什么鬼 加强大吗 加强大的,新科学 就那样吧 我觉得这个平静更好用 这么着急干嘛 创死你 我的人头呢 这个闪现要交啊 不然我会被他风筝死的 有魔抗有护甲 他们打你没这么痛就可以了 你黑切和这个 你黑切和这个 挺进已经给你加了很多生命值了 这个给你加了850生命值 很多了 850生命值之后你随便加点双抗 你开大招 就有16-17分钟就有3000滴血 伤害已经很弱了 应该说 不是伤害很高 已经算是很弱了 这这么多难养 你最认的 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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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好抓呀 等待著 还行 行 好 不用加三次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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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 我會被刺激 他出个这个,眼石都没出 出来没一点意义 爬得下来 爬得下来 嗯,OK 下方